大S和王小菲離婚三個月後 突然宣布閃嫁就YG軍業 南方也在9號前來台灣 準備在隔離後 開心共度新婚生活 而王小菲對於此事一直沒有任何回應 之前也傳出有記者致電給他 只聽到西元兩字就直接掛掉電話 不過10號他終於有了新動作 他在微博的個人簡介上 增加了12個字寫下 希望月兒每天都開開心心的 看得出來他一直惦記女兒 而對於前妻又再婚的事 則是選擇閉口不提 其實從兩人離婚後 王小菲就陸續傳出跟張隱隱的緋聞 但如今大S先有了新的幸福 想必小菲的心情也是很複雜吧 我們下課存的一位 我們下課的故事 請出閉口 我們下課的廳 很捨立的